你很像你家的狐猛欸 你這樣很像你家的狐猛欸 你覺得像你家那隻狐猛 你覺得像你家那隻狐猛 他如果要曬太陽都怎麼曬 他會這樣子 我不是這樣想 真的嗎 今天敲出來 我來的話 我會列入雲林必失美食 我會參ying 我去看看 我們來這裡 看一下 來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 下單摯 好的 不好意思啊大家 兩個小白癡 剛剛連麥都沒開 現在第一口 我真的人生中第一次吃到這麼清爽的羹 它是清爽型的 它一樣有勾芡 可是它有 超不有的 而且它的白菜滷的那個 本身菜的甜味整個都滷出來了 然後再來是它筍子其實比一般的還要出 我覺得很棒 有開胃了嗎 嗯 你果然很適合來南部生活 現在是魷魚嘴 魷魚嘴這個黑黑的不能吃 而且它長得其實很像鸚鵡耶 喔 對啊 超像鸚鵡的 哇 這個真的超大顆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耶 其實它還有那個滷魷魚嘴 對 用滷的 你喜歡吃怎樣的魷魚 我喜歡吃Q的還是喜歡吃硬的 還是喜歡吃軟的 不要太軟 應該是偏Q吧 哇靠 這是怎樣 這好酷喔 我必須說 它是屬於Q軟型的 嗯 不知道完全Q的那一種 然後有一些魷魚它被處理過後 然後會沒有本身魷魚味 但是它這個它有 它魷魚味還是保留在的 有點鮮味就對了 哇塞 那個長得好 真的好像鸚鵡喔 好特別喔 對啊 好吃嗎 那個味道 而且它一碗裡面有滿多顆的 這好難形容喔 這吃起來好像沒有那麼負擔的 豬的筋還是牛的筋 那種QQ的 蠻特別的 沒吃過耶 哇哇哇哇哇 哇你整個可以分離耶 哇 哇塞好酷喔 哇一整塊肉 然後鸚鵡嘴 對 很像蟑螂翅膀 呃 你這個形容 哇好酷喔 你覺得這個像什麼 蛤 有點像什麼 哪個 你是在烤啊 不用這樣子上下摸謝謝 因為切啊 吃吃看 你吃吃看 吃這個嗎 對啊 用用錢的嗎 看你來形容一下 哇真的有點不知道怎麼形容耶 是不是很像豬的 或是牛的筋 對 但是它不有 然後沒有那麼Q 它偏軟一點 對 然後有那個魷魚味 對 我覺得蠻好吃的 很酷對不對 蠻特別的 你要真的自己吃才知道我在形容什麼對不對 真的 那我形容的你覺得 差不多 差不多嗎 差不多 你看我告訴你喔它這一碗50塊 它魷魚嘴這麼大一顆 你猜有幾顆 6顆 有6顆啊 等於一顆不到10塊 而且超大顆的 不過這個白菜乳就比較過分一點了 它這一盤70 你不能說人家過分 它裡面的料超級多 真的喔 它這個有 紅皮 紅皮 然後 金針 金針菇 然後蝦米 然後白菜 紅蘿蔔 其實我不太知道本身白菜乳裡面有什麼 什麼料 什麼料 但我覺得它 但我覺得這個很好吃啊 很好吃 對 因為它很輕鬆 雖然說很貴 但其實來我還是會點 嗯 喔 不錯 第一間就已經辱厚你的心了 我們可以等下期待再一遍 我們待會就期待下一間了 OK Let's go 就曬一下太陽 行一下光合作用 你這樣很像你家的胡蒙耶 你學一下你家那是胡蒙 它如果曬太陽都怎麼曬 它會這樣子 這怎麼不是這樣想 哇 老闆 來到了一個蔡西亞耶 對啊 好爽喔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找一間那個肉園 再前面一點 喔 這邊有那個 不是 這個是肉羹 對面有什麼 那個嗎 這個很酷耶 你不懂啦 椰子打碗 對啊 那這邊 這個 湯阿來 喔 這是巷子 對 對 這人好多喔 好扯 是吧 好 跟你講這次是有爬文的 哇 你看這間 胡 肉園 好扯喔 排隊 直接排起來 謝謝 OK 你剛剛好像可以在那邊拍那個什麼 拍照 等一下在拍照的感覺 對啊 我覺得這裡其實很美耶 這裡的巷弄我都覺得好美喔 拍照的感覺 我今天也蠻多評論的耶 2400然後有4.5顆星 它星星數其實幾高耶 對啊 這也太早了吧 它早上9點半就開始可以讓人家吃肉圓 就是跟妳講早餐啊 來了 哇 這根本有肉圓跟小吃不太一樣 哇 漂亮喔 來 先大家吃一口 哎呦 哇哇哇哇 靠裡面那個肉超大塊耶 而且它就是不小顆耶 幹 裡面那個肉超大塊耶 對啊 我先吃個油啊 哎呦 哎呦 哇 好Q喔 好Q 厲害啊 那肉很大塊耶 它跟彰化肉圓 不太一樣的地方是它的那個 皮的地方它是白色的 我彰化肉圓好像炸完它那個 透明的 對 會比較透透 還要加一點辣醬 等一下它在裡面還有東西 哎呦 再加一點牛 怕太辣了 嗯 這樣可以啊 OK 喔喔喔喔喔 哇 它很香耶 這間妳也推嗎 大推 大推 吃一下肉 吃一下肉 肉真的是精髓 這個肉 給它看一下這個肉到底多大塊啊 肉這麼大一塊 這個肉 哇塞 真的很大塊 哇好爽喔 好好吃喔 不愧是2000多評價的 以往我們吃到的肉圓是它那個肉一咬 然後它會散掉 對啊 就是整個鬆掉 但是它很紮實耶 它跟那個肉餅沒有什麼兩樣耶 它也是有筍子的那種嗎 也是有筍子的 漂亮啦 重點是它很紮實 它特別在這邊 今天敲出來 最後是 我來的話我會列入雲林必吃美食 這麼厲害啊 嗯 從昨天吃到雲林 我覺得就是雲林必吃美食 雲丸湯就是能想像到的味道 嗯 但它很美衣 所以 就是會點 配著喝 對 沒錯 好清爽喔 結果妳今天來雲林 發現他們的早餐都很清爽 對 因為他們早餐可以吃這一些 因為真的不油膩 我平常真的是沒辦法耶 但是他們的東西真的是都很清爽 所以我覺得好喜歡喔 好玩喔 好 要來雲林了 可能還是會點沒飯 但我是蠻喜歡的 他們這邊吃的東西我是蠻喜歡的 我覺得可以來餓飯 哇 我們還是先來下一間吧 GO 我的龍毛都很好 謝謝 怎樣 喝看看 檸檬紅茶 很檸檬耶 它是真的有檸檬汁 我剛好拍到 對 它是真的檸檬耶 沒想到挖到一個還不錯的 蠻好喝的 我們出去往後看吧 卡市場了 看來要先散步一下 對啊 我們來看一下 在地網美 這怎麼賣 一包一包 一包一包 我剛才買了一包番茄 可是它這個很特別耶 它沒來包綠綠的東西 好喔 它膠量很好吃 好的 現在從市場結束完回來 走到太平老街這邊來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吃 挖粿 沒錯 而且我好久沒吃挖粿了耶 我剛好跳一直卡一直卡 一直卡 你什麼時候開了一間日式料理店 好酷喔 老闆娘 老闆娘 我想吃日料 老闆娘 一間塞 你看 哇 這邊真的是 老街席樓耶 好像在前面 很多人排隊那邊 太扯了吧 就這間 老街花粿 太扯了吧 太多人了吧 好的 這是最後一個鹹食嗎 對 我們等一下可以去吃甜的 好 哇賽 今日最後一個鹹的 太爽了 真的是平常沒有看到的 我之前很 滿之前就聽到人家在介紹這個 蛋飯 哇 先來吃一口這個蛋飯 我覺得這個飯滿 滿好奇的 醬油炒蛋加飯 對啊 但它的醬油滿香的 我第一次看到蛙蕙蕙這樣子吃耶 蠻酷的 那肉超大塊的耶 它不會太鹹 它的醬油不會太鹹 但 我以前吃過的媽貝好像比較不太一樣 比較 糯糯的 它不是QQ的 它比較有米的那種感覺 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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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好大塊 而且都滷 味道都滷進去 看起來超好吃的 看起來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它是比較 糯糯的感覺 對 比較不是QQ的那種 嗯 這吃起來很像粿 嗯 欸 它就是粿啊 可是 我覺得台北很多都是那種 粉加太多的那種 嗯 這個是比較傳統的味道 老家蕙蕙蕙4.2顆星 平溫油2千1 我今天找的全部都是超過2千 至少都有2千以上耶 而且都有4顆星以上的 我覺得你比較一定會找的耶 沒有啦 這個是就是網路名店的 沒有我就是想誇張等一下 因為這樣子之後 我們去別的地方 你就可以去去找了 就飛機囉 好飛喔 其實它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它的爐漬 嗯 因為它這個 關東煮也是 然後就是 加它那個滷汁 坐一下它這個 超便宜的 也是好吃耶 關東煮超便宜的 我想問一下 這樣一碗多少 40塊 40塊 那玩過了 20塊還要說 我真的覺得來這裡吃東西 好划算喔 以後我們可不可以 都來這邊拍就好 以後來南部拍好了 比較便宜 對啊 我們去北部水面拍都好幾天 北部中部都好像蠻貴的 對對對 然後我們這一個吃完 我們等一下接著來去吃甜點吧 它在曬菊花 好美喔 那是什麼東西 曬菊花 這是菊花 它在曬 菊花菜 我幫你菊花菜 不用不用不用謝謝 謝謝 我幫你 不用不用謝謝 這很酷耶 四代木賣牙書 四代木 四代木 那個 火影喔 四代木火影 鋼手奶奶 鋼手 鋼手不是四代 鋼手奶奶 拿爐頭的那個 爸爸 風水嗎 使用 雷神之樹 飛 哇好酷喔 哇 這邊都是麥芽糖嗎 對啊 全部都是嗎 還有麥芽 然後去弄這個水果 還有水果的 這就是水果啊 那是什麼啊 它海鮮喔 星星果 什麼時候 那個 那個星星果嗎 星星果就是羊草 我以為是動物園那個星星果 還有來了陶雞 這一間呢 我超愛吃 那個千層蛋糕的 這一點聽說是在網路上的名點 沒錯 聽說它的千層蛋糕非常的厲害 而且據說它的口味很多 今天是3.7顆星是今天 星星數最少的 是其他在IG啊 還什麼之類的評論其實是蠻多的 對 所以我們來吃看看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來去試試看吧 OK Let's go OK Let's go 來了 各位 請賣 我們的甜點 我們順便把我們千層包拿過來一起吃 我們這一間呢 在網路評價是4.6顆星 評價啊 滿高的耶 我們直接先來進去吧 GO 各位 太扯了 太扯了耶 太大碗了吧 來了 這碗不在口碗 沒有50塊也太大碗了吧 好扯喔 我們點的是仙草冰沙 它其實東西超多的耶 你看這個有黑糖泡冰啊 綠豆冰沙也可以加料 然後還有芋頭冰沙 紅豆冰沙 我們剛剛一進來的時候聞到那個仙草味 超香 感覺廚房裡面就是在煮 來囉來囉 靈魂是靈 唉唷 妳裡面很沒有藝術感耶 怎樣才有藝術感 人家不是當中當畫的方式 他直接給他整個倒下去 看一下那個冰沙 我很好奇那個冰沙 我也有點好吃 真的全黑耶 這真的是冰沙 喔 好啦 先起一口冰沙好了 你看喔 哇 好香喔 它這是仙草冰沙耶 對啊 就是 不是 因為我們通常吃的仙草冰沙就是仙草加 碎冰 對 然後等一下這是仙草冰沙 OK 對 好像仙草口味的那個絲勒冰喔 喔 喔 真的耶 像仙草口味的絲勒冰 喔 很好吃耶 對不對 等一下會沾沾沾 這就是真的是好吃的仙草 我想先吃到它的仙草 好不錯喔 對對對 仙草是重點 仙草才是重點 靈魂 靈魂之仙草 怎樣怎樣 好燙喔 哈哈哈哈 三小啦 肥肝 肥肝 好香喔 好好吃喔 剛剛進來聞到那個味道 我就覺得這間的仙草應該是非常OK 真的很好吃耶 我必須公平公正的爽 他們家的徹底在於他們的仙草冰沙 然後仙草 其他它該是什麼味道就是什麼味道 嗯 OK 那我們來吃下一個 順便開箱一下 對 然後我們是買焦糖口味的 他們店長推薦了 喔 切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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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要認真還好吃耶 切起來 有沒有看到它旁邊 這樣子一截一截一截 焦糖 對 這都是焦糖 唉唷 來囉 這個特寫 做一部專業的切千層蛋糕 為什麼覺得你直接插就好 你知道整個畫面被你弄得很不漂亮 好 好就切不下去啊 不愧是假王妹 平常就是沒在吃這些下午茶的東西 對啊 真的 有點像微冰淇淋的千層蛋糕 是這個派系的啊 對 但是我愛的千層蛋糕好像不太是這個派系的 好完了 但是它是香的啦 它中間的那個太妃糖 它還是蠻香的 所以難怪會切不下去 是因為它中間是有一點像冰淇淋 喔 冰淇淋的樣子 所以它真的是切不下去 來 你自己切看 喔不用啊 我一定是整隻拿起來嗑啊 對啊 整個拿起來嗑 嗯 喔 還可以啊 它不甜 它只有碰到太妃糖的那個地方 才會有一點點 微甜 對 可是它的太妃又是那種苦甜苦甜的那種 就是有一點焦香味的那種 喔 我覺得還可以啊 還不錯吃 那你去哪一個拍戲的 我都吃 甜點不挑拍戲 好吃就是好東西 喔 好 然後我千層蛋糕比較喜歡吃鮮奶油那種 哇 這女人就喜歡那邊Lady M嗎 在那邊講那麼多 Lady M好吃啊 可是Lady M我也沒辦法吃掉怎麼辦 它就很甜啊 對 它有點太甜了 對啊 而且它很貴 等一下還可以囉 對 大家有經過可以試吃看看 我覺得還不錯 OK 最後以上 今天我們開箱的早午餐 我決定我要再投票一下 我的第一名 就是肉丸 好的 你咧 我可能還是跟你 好像也是選肉丸 肉丸比較好吃 它真的是無用置疑啊 它真的是裡面肉餡很多 然後又不油膩 然後它的醬又很特別 我第一次看到那種就是肉丸的醬 它是白色的 然後糊糊的醬 如果有人知道那是什麼醬 其實底下留言給我好不好 因為有點好奇那到底是什麼獎 我們今天吃的東西的價格 都取在100塊上下而已 重點是我發現雲林這邊的美食 基本上都不太油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重點 所以可以讓我早餐 改變我早餐的習慣 好 下次挑戰 挑戰什麼 早上7點吃滷肉飯 那是油的啊 我剛剛說不油的 說不定它滷肉飯不油啊 我早上可以吃中式的早餐 但太油的我覺得我還是可能會覺得負擔太大 我比較沒有辦法 鮪魚蛋餅加滷肉 你要找得到啊 小哥就吃加滷肉 硬要把你尬滷肉在裡面 什麼東西 把滷肉在裡面很奇怪 可是我們今天吃的那個什麼關東煮 那也是有大一點滷肉啊 對啊 是吧 但它真的還是沒有很油啦 我覺得它還可以